随着中国祝荣号火星车再次重新连线 传来首批火星照片的喜讯公开 美国发来祝贺 难道说 这一次美国真的有这么好心 祝贺祝荣号火星车的顺利着陆和运行吗 在祝荣号 从此前着陆失去联系到现在NAS局长高举祝荣号拍摄的火星照片 美国态度耐人寻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由于此前并未有充足的灯火经验 中国的祝荣号火星车在登陆火星以后 并未如同美国的同行 一般快速返回照片 而是在经过数天漫长的自检后 才回报了自己已经成功着陆的消息 很显然 中国火星车相对迟缓的行动 是以更为快速有效的获取更多的火星信息 作为代价而换取而来的 因此 在祝荣号火星车成功完成自检 并且进入行动探索阶段以后 中国在火星探索上的成就 将很快能与曾经发射多枚火星探测器的美国 相提并论了 所以 美国NAS局长比尔尼尔森 才会拿起中国祝荣号火星车 成功登陆火星以后 自行拍摄的两张照片 向现在的美国国会施加压力 因为中国火星车成功登陆火星 并且开始自主探索的行为 意味着中国在航天领域技术上的 达成的部分成就 已经赶上 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当前水平 倘若美国国会 在对NAS打款这一问题上 继续保持延迟甚至毫不重视的态度 那么 用不了多久 美国的航天技术 就会被他们曾经的对手中国彻底超越了 尽管美国已经将多台火星车送上了火星 不过目前中国的天位一号 以及祝荣号火星车的组合上 展现出来的相当一部分技术 是目前的美国并未拥有的 至首先 中国的天位一号 是一整套集成了轨道探测器 中继装置和火星地面登陆器的 复合组成架构 这意味着中国的天位一号火星探测装置 自身的权重 远远超出了 此前美国一系列灯火卫星和火星探测机器人的 单体质量 这意味着中国现在所使用的火箭 对火星质量投射的效能上 比起现在的美国火箭发射和运输体系 实际上是要高一些的 其次 中国在天位一号上 展现的一系列新技术 更是值得现在的美国航天部门 甚至军事部门对其加以重视 对于美国而言 无异于证明了 中国未来发射的绝大部分航天设备 拥有强大变轨能力的存在